最近,中国女足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,在2022印度女足亚洲杯上,中国女足绝杀韩国女足时隔16年重返亚洲之巅,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,其中女足成员唐嘉丽更是在决赛中贡献一船一舍,最终成功帮助中国女足拿下了亚洲杯冠军。 唐嘉丽不仅仅在亚洲比赛中表现出色,她在最近的英超联赛中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,绝境爆发,球场上出色的身法令人惊叹,本期子牙童俱体育观察员就来聊聊唐嘉丽的出色表现。 唐嘉丽出生于1995年,她从小就体现出了极强的体育天赋,喜欢蹦跳,且拥有强大的爆发力,在遇到了她的足球启蒙老师前会之后,她的天赋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,她成功进入了一所以足球文明的学校,走上了女子足球这条路,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,唐嘉丽始终坚定而执着,一次次的跌倒,一次次的碰撞,又一次次的爬起来。 在不断的训练提升中,唐嘉丽成功选拔进了上海青年队,在这里,她进行了更加专业,更加系统的针对性训练,在2015年,刚好满20岁的唐嘉丽,又经过层层选拔,成功进入中国女足,备战加拿大世界杯女子足球赛。 自此,她开始挺进世界足球圈。 在征战加拿大世界杯女子足球赛,对阵荷兰的比赛中,唐嘉丽全场贡献十次射门,其中五次射中,战绩起人。 甚至当时,国际足联官网也撰文赞许了她的精彩表现,唐嘉丽的加入,可以说给中国女足注入了新的能量。 这时候的唐嘉丽意气风发,既有天赋又努力,拥有成绩,却并不狂妄自大,但事情并非全都是一帆风顺的。 伤痛永远是所有运动员都必须面对的敌人。 在一次训练中,唐嘉丽膝盖旧疾复发,导致无缘后来的东京奥运会只能安心养伤,但她的足球生涯并未因此止步,沉淀下来的她。 更加清楚,也更加坚定了她的足球梦,就这样26岁的唐嘉丽远赴欧洲,磨砺技术,凭借着出色的表现,加盟英超,热刺女足。 在欧洲历练的唐嘉丽,也依旧不忘初心,心系祖国。 2022年女足亚洲杯在印度举行,为此,中国女足新任主教练水庆侠特别向唐嘉丽发出邀请,希望她回国征战亚洲杯。 面对邀请,唐嘉丽十分欣喜,迅疾奔赴赛场,从英国伦敦千里迢迢赶到了印度,再与队友仅仅配合两天就进入比赛。 在赛前,效力于英超托特塔姆热刺俱乐部,一担任英格兰国家男子足球队队长的哈黎·凯恩代表俱乐部成员,也给唐嘉丽发饰品预祝比赛成功。 亚洲杯赛场上的唐嘉丽也不负众望,决赛之中,沦陷就球将韩国女足的必进球救了出来,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 随后,更是贡献一传一设,最终成功帮助中国女足3-2绝杀韩国女足, 时隔16年重返亚洲之巅,拿回冠军宝座。 唐嘉丽功不可没,女足亚洲杯后,带着胜利的喜悦唐嘉丽,再次返回了英国。 整理心情,继续参加热刺的训练,为随后的英超女足联赛做准备。 女足英超比赛中,切尔西和热刺均是十分出色的球队,并且在一个联赛中进行对抗,更是备受关注。 24日,英超女足联赛第二十轮一场焦点战中,热刺女足终于迎来了切尔西女足的挑战。 唐嘉丽在此前的亚洲杯比赛中出色的表现,说明着其良好的状态,以及强大的实力,球场上突进迅猛,大局意识也十分到位,可以在进攻端给予球队非常大的帮助。 不过令球迷们感到可惜的是,唐嘉丽在这次比赛中,并没有得到主教练的重视成为首发,而是作为替补出席。 对此,唐嘉丽虽然失落也并不气馁,而是充满了斗志,保持状态,等待机会。 切尔西对热刺这场比赛开场之后,两支球队的火药位就非常浓烈,球场处处爆发身体对抗,两队互不相让。 在比赛第十五分钟时,热刺进攻至后场,切尔西魏解围却不慎踢入了乌龙球,场上唏嘘一片,热刺也如愿领先获得一分。 之后,切尔西紧追猛打,十分钟之后就追平了比分,随后两队紧盯防守,旗鼓相当,上半场以两队占平结束。 经过中场调整,切尔西女足更是拼技十足,根本不给热刺女足进球机会,面对着无法突破的局面,热刺主帅却依旧是无动于衷。 当比赛来到67分钟时,热刺教练像是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替补席上,还坐着一个能攻城拔债的杀手。 就这样,唐嘉丽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替补登场,她在登场之后,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,热刺队的进攻有了明显的改观。 她的速度和力量,技术和意识给切尔西女足的防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,关键时刻,更是连续两次抢断,几次拿球都让对手的防线出现混乱,给球门造成威胁。 直接凌空抢断,之后的华丽转身更是让人看得激动不已,但是,留给唐嘉丽的时间还是太短了,尽管她拼尽全力,也没能打破切尔西女足已经建立起来的优势,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也无法制造进球,反观切尔西是越战越猛,不断突进,随后更是连进两球,随着一声哨响,比赛也就此宣告结束,热刺以1-3战败切尔西。 这样的结果令无数球迷叹息,他们想如果再多给唐嘉丽一些时间,或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 虽然热刺在本场比赛战败让无数球迷无法接受,但唐嘉丽在最后时刻球场上的表现,不留余力的奔跑,连续的抢断以及华丽的转身,也赢得了球迷们无数的赞赏,这似乎也成为了这场耻辱性惨败中的为数不多的闪光点。 唐嘉丽加盟热刺之初,中国女足球迷很是期待她在热刺女足能有上加的成绩。 其实,期待唐嘉丽精彩表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女足球迷,热刺女足的球迷也同样对唐嘉丽充满信心,将其称为北伦敦女王。 北伦地区不仅仅有热刺女足还有阿森纳女足,可见热刺女足球迷是多么喜欢唐嘉丽。 唐嘉丽的水平也是毋庸置疑的,加盟热刺女足时,她是中国女足的金球奖得主,是中国女足的强力前锋拼命三郎,中国女足球迷将其称为亚洲之光。 客观分析唐嘉丽的身体素质,无疑是十分出色的,自有训练的,她技术出众,速度快且爆发强。 唐嘉丽的加入也让热刺女足的整体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,特别是热刺女足一直被诟病的进攻线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在联赛中接连获胜稳居积分榜前三,虽然在组总碑上提前出局,但是在联赛碑上则是一路畅通,历史性的杀进半决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唐嘉丽加盟热刺的首例进球就是在联赛碑中打进的。 尽管如此,热刺队的主教练还是没有给她充分的信任,尤其在这次的英超女足联赛上,唐嘉丽大多作为替补出席,不过对于唐嘉丽来说,依旧不气馁,不放弃,时刻保持出色的状态,就像她本人所说的那样,她在感受足球的快乐,面临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,多坚持一下,再坚持一下,如果要成功, 就要耐得住枯燥,耐得住寂寞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